怎样才算是同心的教会呢? 原来,教会并不是好像一间公司 公司的职员只需要在工作的层面上合作 为到公司作出贡献 但是,其他众多的范畴上 仍然可以各自为政 也都不影响公司的发展 但是,神不想教会好像一间公司一样 领袖只是在公司上 甚至是人情事理上合作 对于教会的领袖群 神希望他们能够在生命上 真理上,有共同的信念 共同的目标 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至十三节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承传圣徒,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贵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掌食的新娘 但是,很可惜 能够在真理上同心到这种程度 在普遍教会信徒中 连两个都没有 所以,神所呼召的 往往都是孤单一人 以上阿书六章八节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猜献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说,我在者里,请猜献我 但是,如果不单止是领袖 连教会当中每一位成员 亦都在真理上,方向上,甚至心思上 都有着同教会同心的意念 到达这种程度 在神眼中,就去一间世间难层 合一的教会 甚至,神的喜乐 亦都可以满足 肥立比书,二章二节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